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萝卜连锅汤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衣裳开药方 食补是对养生感兴趣的朋友们孜孜不倦的话题 农历十月间的萝卜,又有小人声的叫法 四川人的餐桌上,看似常年麻辣鲜香的主打 偏偏到了这立冬后,除了火锅的热络 还有一道以白萝卜煮打的菜肴 和浓墨重彩的麻辣丝毫不沾边 确于清淡的口味间,同时兼顾驱寒和养生的两大功能 就是这萝卜连锅汤 连锅汤的吃法源自四川农村 农忙的时候哪有回家吃饭的功夫 最短的时间煮一锅肉汤 配上些蔬菜,用瓦罐装好,送到田间地头 热乎乎的一餐,有菜,有肉,有汤 打发完肚子赶紧继续手上的活路 这寻常的农家连锅汤 不知何时被延伸到了城里的餐馆 起初只窝聚在菜谱不起眼的角落里 后来竟挑起大梁,开了专门的店铺 还火爆一时,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主料严选肥瘦三七开的二刀肉 家常川菜看似没有什么高大上的食材讲究 真要做得地道,主料的选择可是不能马虎 比如这二刀肉,回锅肉用它,盐煎肉用它,连锅汤也用它 换了别的部位,自然是差值千里的口感味道 配料为白萝卜,和猪肉的用量相近就好 烧半锅水,水冷时放入葱白和姜片 二刀肉肉皮朝下放入锅中,盖上锅盖 大火烧开后,火力转至中等 掀开锅盖,加入一茶匙大约五毫升的料酒 然后盖上锅盖,焖煮约四十分钟的时间 煮到猪肉断生,关火 煮好的猪肉捞出来放凉后 切成约两毫米宽的肉片,备用 白萝卜是个人喜好 也可以切成和猪肉差不多宽窄的萝卜片 架好砂锅,开中火 有高汤的时候,可以往砂锅中 倒入四百毫升左右的高汤 然后是砂锅大小 加入等量滤过杂质和浮油的煮肉圆汤 再加入一茶匙约五克的盐 然后将切好的肉片陆续加入锅中 最后将萝卜片加入锅中 讲究的可以调整一下萝卜和肉片在锅中的位置 盖上锅盖 砂锅烧开后,大约可以继续炖煮五到六分钟的时间 煮到萝卜断生就可以上桌了 冻筷子前撒上些葱花 接着来聊聊蘸水 无论火锅还是莲锅子 蘸水都是入口前最重要的味道调和 以莲锅子的简洁 蘸水可以直接选用复顺产的美乐香辣酱 若是有做手擂茄子时擂好的辣椒酱 按个人的口味加些生抽和醋 也可以用来做蘸水 这一干一湿的两种蘸水 都是信手拈来的简单 若有其他喜好 也可以自由调制 这源自田间的萝卜莲锅汤 吃的是简单的暖意 二刀肉炖汤时 已经少了许多油腻 又打去大部分的浮油 在此烹煮时 虽然又试了些油脂在锅中 一筷子夹起来却并不恼人 大约是被萝卜吸了进去 青田间更增添了几分美味 你在南方的艳阳天里 担心我在北方的漫天大雪中 该如何驱走严寒 我在北方带暖气的屋子里 做一锅家乡味道的萝卜莲锅汤 解了寒意 解了香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